甖宏 开书店是很多人的一个小梦想 就像我们出一本书 或者辞职去旅行 开一个咖啡馆这种东西 其实很早以前 这真埋下了一个种子 一个书店就应该是柔软的 我们是一间不止于人文更要人情的书店 我们这里是广州第一间不打扬书店 A200 Bookshop A200 Bookshop的来源是1200公里 其实我在台湾用两个月的时间走了一圈 就是徒步环岛台湾 走了将近是1200公里 在这个路上就太多的别人给我的恩惠 沙夫克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真正帮到你的时候 那是直接击中你内心柔软的地方 我觉得那我开个24小的书店的话 我就要去收留别人 然后我就给这些过路的人 这些旅行的人 这些满怀热血的年轻人 来提供一个容身处 我看到了 我所经历的 它给我带来的好处 带来的那些感动 我把它复制出去 所以在我们书店里很不一样 它有一个免费的沙发客房间 我们去的书店通常都是那种体制内的书店 然后我们去看书的时候 我们站累了 我们想靠一下 或者我们想坐再坐一下 一不小心坐到书上 你知道你会得到不友善的对待 我觉得书店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开书店 尤其在开第一家的时候 它在一个书金非常昂贵的地方 我留出了相对面 很大的一块区域 做一个免费阅读区 你可以在这里看任何一本书 你不仅是坐着看 旁边还有免费的柠檬水 可以人饮去喝 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十二点 会在书店进行一些 叫做深夜故事分享 目前来说我们已经七八市场了 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在这个城市周末的时候 还有一百个人在听你们来讲故事 然后大家一起聊 有时候你会聊到五点钟 有时候大家一起看日出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让我正经的事情 那我希望在书店里引到这些东西 变相来说应该就是 每个书店的店主 都在把书店做成自己的一种乌托邦 我觉得我的书店就是我的一个乌托邦 它甚至成为我的一个实验室 我希望把那些击中我的东西 去进行一些表达 起初开书店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情趣用品吧 但是没想到它会击中了 这个城市的一种公共性 或者这个城市的一种 某条神经吧 它一下就火了 对我说 它一下就火了 火到让我不知所措 当很多人去 去关注它的时候 当很多人去认可它的时候 当很多人去表达对它的喜爱 对它的需求的时候 当很多人会告诉我 如果它的朋友 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广州 它会带他们来到书店里 告诉他 这是我们广州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当我们被CNN评为全球最酷书店的时候 我会觉得 它已经不再只是输于 私人化的我个人情趣上的东西 然后我必须要去削弱 我个人情趣上的东西 而把它呈现出更多公共上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